这是应龙被击败后残留的巨大灵气 罗修 你的判断果真没错 叶前辈这是故意引来应龙 借此给太巡赠上一份大礼啊 那是 我这是怎么了 感觉浑身似被车碾过一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混沌之气缭绕 魂络繁复若隐若现 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青莲 诶 我怎么知道这连胎的名字 还对它如此了解 从又开始痛了 这些是我脑海中的片段吗 原来如此 方才是长青圣人救了我 所以这青莲 应该是他给我的新法器吧 你们看到叶前辈身下的连胎了吗 这青莲样是奇特 又有霞光和佛里之气萦绕 哪怕是我大罗圣地的赞宗之宝 都比不上他的分毫啊 能聚集到如此浓郁的混沌之气 看来这连胎的初始之日 恐怕要退远到上古时期了 不愧是师祖 手里的法器真是数不胜数 方才的异象没有吓到诸位吧 叶前辈过谦了 这斩杀英龙的场面可不是想见就见 谢神辈赐教 唉 不过是挥挥手的事 谈不上赐教 挥挥手就有如此为能 看来打败于之国有门 各位 册封大典结束 我的责任已尽 是时候离开了 叶前辈 晚辈还有一事 何老 一期一期 会者定理 世上万事 自有定数 不可强求 这是佛语 日后 除非太玄圣地陷入危难 否则各位 就不要再打扰我清修了 撞大老实在是太累了 还是赶紧回去吧 何兄 这下如何是好啊 叶前辈不管我们了 不对 叶前辈心怀天下 而且刚才突然以佛语告别 想必是已经算到了不久后 要迎战佛宗之事 那他为何突然离开 刚才叶前辈说 除非太玄圣地陷入危难 否则便不要打扰他 言外之意便是 咱们只管了 就算引来灭门之灾 他老人家也会为我们兜底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唉 还是家里面舒服呀 土姑娘 你出来这么久 不想回家看看吗 不想 他们逼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 我才不要回去 是啊 包办婚姻实在是不好受 说起来 还要多谢黑黄大人带我逃婚呢 嗯 黑黄带你 逃婚 他不就是条狗嘛 怎么还能带妖族逃婚 难道他也成精了 土姑娘 黑黄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 变成人形啊 啊 当然了 果真如此 黑狗买我买的好苦啊 话说黑黄带你逃婚之事 你家里人应该也知道吧 为何不上门来找他 黑黄在妖族凶名昭著 该惹他的人自然不多 凶名昭著 他都做过什么恶事啊 嗯 也就是连挖过三十座虎族祖坟 在灵侯族的祭坛上拉过屎 撞破了我姑姑的三舅的嫂子 和隔壁金水族三高的儿子掏钱 还拒绝了去向族公主的求婚 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过自己有主人 嗯 您觉得呢 真是坑货呀 等等 按照他的战技 定是位厉害的狗妖 不然也活不到现在 可他为何要认我这个修仙小白为主呢 难道他也觉得我是个修仙大佬 啊 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啊 看来得加快修炼脚步 不然一旦东窗事发 我一定会被那些要做反攻倒算 死无葬身之地啊 啊 图姑娘 我出去一趟 诶 我陪你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找宋铁匠打一把衬手的兵器 哦 这果子 你别说 脆甜啊 啊 主人 你看 这个好像是黑狗 这如猫也写了词 大马金刀的腿 说他不识 我真的不信啊 主人那是什么表情 难道是嫌我化形后长得丑 哦 主人 你听我解释 站住 黑狂啊 你 你先回去吧 我和图姑娘还有集市要办